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次洪峰过后 当地群众仍处于高度戒备之中 各位观众 这里是洪湖市的乌林镇 在我身后这个距长江干堤不足50米的水塘里面 今天上午发生了两起管涌 当地政府正在积极组织群众进行抢险 据了解 这两处管涌是今年中午被看护大堤的村民发现的 其中较大的一处管涌直径0.4米已开始渗水翻沙 如果及时处理将危及长江大地的安全 几百名村民跳入五米深的水中 一边用竹竿竹排赶搭浮桥 一边用大量的石子倒滤控制翻沙 村民们冒着39度的高温 背着20多公斤重的沙石袋来回穿梭在大堤上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奋战 险情得到控制 在参加抢险的村民中有一位叫胡汉章的年轻人 在护堤抢险的40多个昼夜里 他一直战斗在大堤上 无暇顾及几百米之外家中重病的妻子和女儿 8月6号夜里 妻子去世时他还在大堤上寻查抢险 处理完妻子的后事 他又忍痛回到大堤上继续战斗 昨天 长江第四次洪峰通过洪湖时 罗山的水位再次超过历史最高水位 但是今天 水位只回落了6厘米 高水位的浸泡已使大堤千疮百孔 使得抢险的工作更加艰巨 国家防总已紧急增派 1000多名解放军官兵到达抗洪一线 另外大批救灾物资也已陆续到达 在五四 自发来到这里 为前来湖北插街抗洪抢险的官兵 顺茶顺水 今天 当满载抗洪官兵的专列 虚须实景气温高达 涉事死时的武汉江湖车站时 已在车站等候了两个多小时的武汉市民 一拥而上 送上自己做的馒头 汤饭 捧出西瓜和饮料 茶水 栽到七人紫皮冰的手里 黄金源源不断地到我们虎北来 到我们武汉市来 是为了保卫我们武汉市的安全 保卫我们虎北省的安全 我们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感谢他们 在车站上千武汉市民中 有机关干部也有普通群众 有年近九旬的老奶奶也有下岗职工 有的已是几次来到车站 送子弟兵到抗洪前线 这送了几趟车啦 送了两趟车啦 三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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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自己免会 我们 呃 关火 喝着大妈大嫂做的豆汤茶香 感受到了一股凌凌的情意 我们这个军事是来自于人民 我们就是说为了人民的语气 我们可以直接献出自己的生命 列车栩栩开动了 望着亲人们一张张亲戚的笑脸 战士们深情地唱起了军歌 这是湖北台报道的 在安徽省铜陵县顺安镇郊部村 有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 她叫孙玉云 从1995年开始 孙大嫂连续四年 不计报仇不讲条件地 为防汛抗洪指挥值班人员 做后勤工作 今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 她又一如既往地 为抗洪抢险忙碌着 人们称她为防洪大嫂 孙大嫂的家 坐落在孙安镇防汛抗洪险段 荷花围大地下 从95年起 每年汛期 孙安镇和郊部村 就将防汛指挥所设在她家 一是可以方便及时地查险排险 二是在她家楼上 能看到整个荷花围的汛情动态 今年汛期一到 孙大嫂和往年一样又忙碌起来 为防汛抢险人员做饭 洗衣缝补补衣服 住在大嫂家的防汛指挥 值班人员共有11位 加上抢险队员 有时可达30多人 为了让他们休息好 全力投入防汛抢险 孙大嫂主动让出家里的 三间屋子 自己和家人 则挤在一间小屋里 每餐饭都是在 防汛人员吃过后 她和家人才吃 月后紧急抢险 她就把饭菜和茶水 送到大滴上 她的朴实热情和勤劳 感染了每一位干部群众 这次航空摄影监测的重点是 江西省今年受灾范围 程度以及防汛设施等 摄影采用了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等 高精度摇杆手段 还首次使用了 数码相机与计算机 存储设备 从空中获取 数字化信息的技术 航空摄影计划分五次飞行 前后共二十个小时 目前已飞行了两架次 据江西省测汇区 有关负责人介绍 航拍所获取的大量信息资料 经处理后 将进入国务院 综合地理信息系统 并转达江西省有关部门 为监测评估灾情 和下一步治理工程 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为党中央国务院 及江西省实施救灾 制定长期防汛规划 进行水利建设 提供科学依据 这是江西台报道的 本台消息 新组建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近日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医药管理部门 和有关医药企业发出了 关于进一步做好 医药救灾储备 城市主要街道 正在发布的房地产广告 房地产展览会 展销会等殿堂广告 和各种形式发送的 印刷品广告进行检查 遗传学是一门 与20世纪同龄的学科 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 它已经成为目前 国际生物学界最热门的学科 今天在北京开幕的 第18届国际遗传学 欢一火是暴力性犯罪 叶章糾合在一起后 有了更大的犯罪能量 1996年初 张子强和叶继欢 就开始密谋绑架负伤 并绑架力索到10.300亿元 虽叶继欢在偷渡时 被香港警察激伤抓磅 但仍在张子强分到7500万元 叶的亲属用这笔钱 扣置别墅 高级住宅和铺位 并付了叶继欢律师费 一百多万元 广东警方已在萨尾 叶继欢早屋随房地下 建回装款 1370万元 目前广东警方 已经查封了叶氏卿会 用装款在广州 萨尾等地购买的 大批物严 并对他们涉嫌 内地其他重大刑事案件 作进一步偵查取证 广东台记者梁守江和通讯源报道 最近 湛江市公安局组织民警 边防官兵迅速出击 在吴村战岛 为一个大型的假酒製造场所 当场抓获製假酒的嫌疑人两名 并且收缴到茅台 五粮液等近20种的 假冒名牌酒 6万多支的 9月5日上午 湛江市公安局 京保科接到报案 吴村市出现制造假冒五粮液 五粮润的假酒 京保科打架队 马上派出民警 深入到制假地点 进行诊物侵查 6日下午 湛江市公安局 组织吴村市公安局民警 和边防官兵 100多人奔赴现场 对位于吴村市 大山江镇 博贸馆区井头村的 6个制假点进行突击搜查 当场抓获制假冒业人 李康琦、陈尚英夫妇 并收缴到假冒茅台 五粮液、五粮润、竹叶青 雙鬼酒、一滴香和陀酒 等近20种共6万多支假冒名牌酒 以及制酒工具商标等物品一大批 湛江台报道 要起到泄洪排砂消能的调节作用 这个工程的完工 使汛基水库出现最高洪水水位时 最大泄洪能力 在不采取非常宏道的情况下 每秒泄洪能力可达17000立方米 国内首台E型P连柱机 日前在安徽马鞍山钢铁股份 有限责任公司试生产成功 并同时创下连柱机 连交三种不同规格产品的世界先例 这台连柱机总投资 4亿7000万元人民币 年设计生产能力63.5万吨 国家95重点工程 武昌至广州电气化铁路 近日全面动工 武广铁路电气化工程 全长1082.4公里 计划建设接触网2976公里 电力线路822公里 预计总投资68亿8千万元 这个工程1999年建成通车后 将与现已通车的石家庄至武昌 兵州至韶关段电气化铁路 连成一体 在2000年底实现京广全线电气化 国家重点工程 成坤铁路电气化建设首期工程 双流至烟港段130公里 电气化工程 近日全部竣工 这项工程于1993年开工 总投资10亿元 国家重点工程 合肥至徐州高速公路南段工程 日前在邦浦郊区正式开工 这个工程路线 途经肥东 长丰 定远 凤阳和邦浦市 全长112.27公里 合徐高速公路南段工程 将建成全封闭全力交四车道 总投资20亿6200万元 国道108线广北段日前开通 广北段全长47.5公里 为全封闭全力交的二级汽车专用路 这条路的开通 使四川境内广源段 自古以来便是蜀道南 难于上青天的状况得到改变 一条进出四川的快速通道 已初步行程 这是中央台综合报道的 昨天晚上 欢快的蒙古族舞蹈 在马头琴的伴奏声中 为第三届中国曲节拉开帷幕 这次在内蒙古呼和号特市 举办的艺术节 聚集了全国各地的 240多名曲工作者 他们带来了50多个曲种的 80多个节目 精彩的相声 小品 评书 鼠来宝等节目 代表了国内曲艺的最新动向 和最高艺术水准 自核爆炸 然后 一名士兵抱抱跳跳地 从核试验基地回家 受到人们的欢迎 这盘五分钟长的印第语录像带 是印度主要执政党 印度人民党 用于影响民众的工具 希望印度民众 能为核试验感到自豪 而不要抱怨因此遭受的经济制裁 正在寻求国际社会援助 以克服经济危机的 俄罗斯总统叶利欣 10号在克里姆林宫 会见军队领导人时说 俄罗斯有机 江河水位持续上涨 险下还生 这位农民告诉记者 他家的九亩多稻田 全部被淹 早到绝收 只有着地势较高的 一亩二分棉花田 幸免于难 他要尽快把棉田 翻根改造成秧田 遇上挽盗的秧鸟 这样等洪水一退 就可以抢种上挽盗了 现在全村都在忙这事 因为农师不等人 只能舍小求大了 有些农民家里 连一块田幸免的都没有 村里就相互调剂 有田的帮助没田的 田多的阶级田少的 保证每家每户都能及时 把碗稻种子拨下去 农民徐光龙家 有一米五分棉田没有烟 但他家只需要六分央田就够了 剩下九分 种子站里的工作人员 从黑夜到白天 干得热火朝天 这是三月六号 透漏以后 制伐人员 一月三月三号 回到这 产荣的镜头 种子站明天晚上 下白后 大霉一晚 把过去的 沉有的种子 产到新种的里面去 消瘦 这个大麻宝 这是稻的 沉种子 刚才要的条背宝 这是当年的新种子 这一块已经缠好了 数量得有多少 是10号 明号是4代的 明代是50公斤 大约在70左右 某个种子管理条例中 明确规定 经营种子严禁掺杂石甲 以此充好 担负着种子质量 监督管理职责的种子站 不可能不了解这些规定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 知法犯法呢 当时为什么要掺呢 这两种 这个是我也没法说 你也说不清楚 谁叫你干的 我们又负责 这场浩劫让他们同喜同悲 我希望一些希望合力